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岸田文雄 将在今天举行的日本临时国会上 通过首相指名选举成为日本新首相 岸田文雄今天还将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 相关情况来看本台驻东京记者发回的报道 报道称日本将于本月4号召开临时国会 自民党和立宪民主党基本一致同意 临时国会从4号进行到14号 共11天的时间 岸田文雄计划于8号发表施政演说 执政党考虑在11号到13号实施 众参两院各党代表质询 预计岸田文雄将在新内阁启动后 只是制定数十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 并在众院选举后 使2021年度补充预算获得通过 推进2022年度预算编制工作 新内阁的任命安排将于4号正式宣布 但目前日本各大媒体 已经陆续发布相关预测消息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 10月3号报道 岸田文雄有意启用执政联盟公民党的 副代表齐腾铁夫 作为新内阁的国土交通大臣 齐腾铁夫69岁 是当选9次的众议院议员 曾经担任过环境大臣和公民党干事长 防卫大臣可能由岸信夫继续担任 经济产业大臣可能由自民党内系田派 秋生田光一出任 厚生劳动大臣可能启用 吴派系的厚藤帽之 另外 有可能启用岸田派的金子公之 为总务大臣 启用自民党内系田派的墨松信件 担任文部科学大臣 启用吴派系的古川真酒 担任法务大臣 新内阁的名单将于4号正式公布 可以说最终结果将留到最后一刻揭晓 但可以明确的是 岸田内阁的任命 肯定和之前的内阁一样 是在平衡了自民党和公民党的利益 以及自民党内部各派系势力之后的结果 感谢大家的观看